要不要和婆婆住在一起 每個媳婦應該都有同個答案 沒有人想要下班累得要命 回家依舊不能好好休息 自己住想洗澡就洗澡 想睡覺就睡覺 看自己想看的電視 買一堆東西也沒有人會問 這些其實都不會怎樣 但卻是紮紮實實的內好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結婚後 要把對方的父母當成自己的父母 就不能自己負責自己的父母嗎 到底結婚後怎樣才算孝順 你不依賴我 我也不依靠你 你想回你家吃飯 我就回我家 說真的不是結了婚 什麼都要在一起 包括孝順 事實的切哥 大家都舒服 為什麼女生結婚後 都不想要與婆家同住 其實答案很簡單 就是因為不自在 住在婆家 必須要衣著整齊 不能不穿內衣 到處走來走去 必須要客氣禮貌 因為這個家的主人不是我 必須忍受小孩的教養 老是被別人插手 必須要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 努力融入這個小團體 如果整天關在房間不出來 會被別人覺得很奇怪 但是整個家 卻好像只有這個小房間 是屬於自己的地方 其實不管是婆家還是娘家 甚至是跟伴侶本人 如果少了尊重跟信任 住在一起 只是一種互相傷害 身為結婚的女人 其實我們想要的 不是豪宅或是名車 很多很多現實的考量 我們也都知道 但心底最深處希望的 卻只是回到這個地方 可以過得自在 可以把這個地方稱為我家 我們家祭拜祖先 是兒子的事 還是媳婦的事 那阿嬤 來自傳統的家庭 我嫁給更傳統的家庭 去年 我身得為婆婆 我就跟我兒子說 未來 祭拜祖先的事 就是你的事 不是媳婦的事 兒子嚇一跳 因為從小到大 他都是看在家裡 是媳婦在做的事 看到阿嬤 看到阿嬤 看到媽媽在做 所以他很難去接受這個事情 但是我跟他講一個觀念 祖先跟我們的長輩 沒有去撫養媳婦 從小到大的任何一塊錢 可是你有享有 祖先原本就是兒子的事 不是媳婦的事 媳婦是別人家的寶貝 是別人家撫養長大的 來我們家裡 我們反而要更多的愛給他 不是把什麼事情都丟給媳婦 一定要做 在我的觀念裡 將心比心 所以我們家的媳婦 福利比我們家的兒子還好 早上我要出門的時候 就交代我小孩要做家事 我老大就問我說 我能不能不要做家事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最重要的不是做家事 而是要學習把課業顧好 我跟他說 家事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們都必須要付出 因為你們都是這個家的一份子 未來你的另一半 也是人家父母的心肝寶貝 為什麼跟著你就要受這種委屈 為什麼嫁給你就要做全部的家事 他也要學習 他也要賺錢 他也要帶小孩 所以做家事是讓你學會承擔責任 讓自己更傑出 身為一個男孩子 如果你的未來能夠泡在廚房 又進得了廚房 那你就會成為一個有擔當有責任的人 那你的未來都會很幸福 那你的另一半也會很幸福 這就是她們的餡家 地上介紹過 僕有仁sted